枪枪三人行 各位我现在有证据宣布 这个王林并没有隔着几十米戳死司马南 但是他这两天肯定是隔着几千里 在香港冲他发工了 因为什么证据呢 昨天在我们录枪枪三人行的时候 司马南突然闯进来 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那个编导说 司马老师你是我们来的最早的嘉宾 约的是明天的 你怎么今天就来了 几千二十四小时 对 有时候发工了 你就时空概念是不是有点错乱 对 今天他的表现也很诡异 他们都在司马南平常不一样 今天我迟到了 今天又说半天不来 说在哪呢 说我吃饭呢 说你在哪吃饭呢 我在你们这食堂吃饭呢 他们跑我们这食饭堂吃饭 对 你不觉得这两天有点精神异常吗 有点异常 我今天嗓子有点不舒服 我相信都是王林大师发工的缘故 你看穿的这一身 我说你也皱时髦的 衬衫也不愿意愿意就来我们这 我平常就这样 我要知道今天见孟光美 我肯定收拾一下 我见你 我就没有这种仪式感 听说司马老师兜里还好几件衣服呢 对 都是为了给你打扮用的 但是王林的事情发酵到现在 我先看看 我今天看到最新的这个新闻 让我得到一个体会 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 什么妖魔鬼怪都得发抖 江西省政府 法治办 现在多个部门开会 要办这个王林 然后说这个办案子 牵涉到工商 什么什么公安 多个部门 然后呢 江西省法治办 来都办这个事情 然后你就现在七宗罪出来了 我唯一记忆的就是重婚 重婚了 什么偷税 或者就说说说 但是司马男我跟你说 我还是有一个疑惑 你说 就是他所谓列出来的这七宗罪 我看了看 都是当今中国 这个有钱男人比较典型的罪行 比如说重婚了 偷税 赌博 什么 但是最关键的说 非法行医和诈骗 这公安局现在急等着人举报 但是他说我们也没办法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举报 今天早晨我看到 关于王林非法行医 有人实名举报 有了 有人用墨汁 那个谁 用墨汁调点颜色 然后就给人喝那水 而且呢 两万块钱 所以这小子骗人 还真敢下手 另外诈骗 这事其实特征也非常明显 比方说最简单 王林说那个徒弟 邹勇 这邹勇 拜师是五百万 然后见面的几十万红包 加上两辆家常的豪华的这个汽车 如果你王林 你要不说自己有特异功能 如果王林 你要不说自己法力无边 就是拜什么师 他是小一千万 所以这完全符合 我们刑法当中 关于诈骗罪的特征 一 稀构实施 二 隐秘真相 三 数额较大 以非法占有别人钱财为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数额较大是五千到一万元 你是不是恨不得你当法官去审 没有 广美对这个事最近沸沸扬扬的 你有什么感触 其实我在2008年搬到北京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为什么搬到北京来 那也是因为我在香港出了一点事情之后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整个精神状态 心理状态还有财务状态都特别不好 所以我的朋友就说 不如这样子吧 我带你去见一大师 我带你到深山野林去见一个超级大师 然后他就跟我各种的形容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讲的 后来我到今天才知道 原来那个时候我朋友带我去见的那位大师 就是所谓的亡灵大师 你见过呀 我天呐 他是在床上给你开光的吗 没有开玩笑 你这节目尺度太大了 我也这么想了一下 但是我没敢说 我可能要让各位失望了 就是我那时候虽然身心受挫 但是我觉得人定胜天 我没有我不认为一个所谓什么有特异功能 或者是可以把蛇弄断在接回去的人 能够把我的状态 从就是趴在地上的状态 能够帮我回复过来 所以我没有去 你没去 我没有去 我跟你讲说 我的朋友想要带我去 而且还不止一个朋友 是好几个朋友 有圈内的人 有圈外的朋友 都想要就是带我去引荐这位大师 所以你看广美都被引荐 我跟你说有件事我不明白 你老说他是个小混合小角色 但是这在中国 好家伙 这是国家不伟级的领导 咱在照片里都见到 一般在中国 而且各界一等一的味 这个明星 什么人能混到这个层面 他要没两下子 怎么这些人都去他那 这个广美刚才说的这个事 我就是说明两个问题 一 广美不认为自己是化妆成美女的毒蛇 所以不甘受那种的耍蛇人摆布 第二 说明王林大师的触角 曾经渗透到北京来 肯定的渗透到 打耍或者魔术 或者他自己说的特异功能 是低级促速行使 手法很不干净 从专业魔术的角度来说 的确是不知一体 那你说那蛇 蛇你先说 蛇不就是我们在北京魔术师俱乐部 我在那当顾问 教那小孩表演的 把那绳子剪断 然后再接起来 这个在魔术原理上是一模一样的 比方说这是这么一根 这么一个绳子 这么一个蛇 这蛇呢 咔嚓把头绞下来了 其实这头事先准备好的 然后再把他接上 就把那弯过来 那舌头 就把他直过来就完了 中间只要有镜头看着 你就扭伸演示一下 或手这样演示一下 最简单的 暑期经过半个月的训练 小学的女生男生 都可以很轻松自如 比较刚进的 掌握这样的魔术技巧 所以王林的表演 真的是拿不出手的 所以有一些魔术师 在网上复制王林 所有的表演 应当说相当干净 但是王林这个人的本事 对 在于他善于编织一张网 这张网里边 网进去了这样的美女 也网进去一帮大官 开始呢 大家是因为对他变蛇有兴趣 后来有人呢 动机就变了 说干脆我也挤进这个平台算了 至于变蛇不变蛇 变得不重要 所以王林是个营销大师 公关大师 对我老觉得他得有点大师的本事 因为他这个交际圈混的呀 你得说他是个交际 但是公关大师 那为什么这些人也不是傻子 对吧 当然马云就更聪明了 是吧 我就觉得 外星人一般都比较聪明 对 我觉得大家不要嘲笑马云 我现在觉得马云可不是迷信大师 他在这个打假方面 他的贡献可比这个司马达大多了 你想拜访一个暴露一个 你 孟关美不一定知道吧 两年前他拜访李一 把李一大师给搞掉了 这次拜访王林 王林 蹭 曝光死 所以马云呢 王林说要戳死我 其实他现在未必真想戳死我 他最想戳死的是马云 我估计大师现在 听说马云要来拜访 肯定才望风而逃 对 那名气太大了 其实你刚才讲说 为什么这么多达官贵人 这么多艺人 你说他们不是傻的 为什么他们都去 其实我这样子讲吧 今天如果他的盆子里 变出来的是一堆糖果 或者是几颗土豆 可能那个吸引力没有这么大 但因为他变出来是一堆蛇 所以我觉得可能 十个所谓的达官贵人 或者是艺人里面 很多人是抱着好奇的心理 他不是说用一个去 去膜拜你的心情 去到现场 但是去到现场的时候 可能受到现场的 很多的这种各种的感染 我相信王林 他本身一定是一个 非常有感染力的人 我没有见过他本人 我相信他一定在语言上 在思维上 他一定是一个 就是跟别人 跟常人不同 跟常人有点像的人 真的吗 我比他差远了 你知道我不是属于能蛊惑人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 就是比方说 有的教授学问 比电视上这些名人大多了 但是没办法 这个教授上电视 大家不看 但是有些人 就今天你看到的电视上 讲话的很多人 其实在本质上 他的才艺是演说家 你明白吗 可能他的学问没那么大 但这种人专门适合搞普及 就是他 这种我们叫 甚至演说术里面 有一种催眠 而且甚至 感染力 你是演员了 表演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真听真看真感觉 你知道我在中国 草莽社会里 见过这么一些人 他有种气场 咱就说叫大忽悠 这个忽悠起来 好家伙 我认为就是说当时 这可能他自己相信他自己 那时候 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他已经举手投足 完全就是这个角色 王林在某时某刻 他甚至可能是相信 这个时候 我用最快的速度 跑到山上去 抓一条蛇 过来 这个时候 他每天这样说 重复30年 你想 他那个时候 比一般的演员 记录角色 可能更深 但是王林 他能够迷惑人呢 刚才说他那些照片呀 有一些很可能是假的 昨天晚上 李丹阳就给我打电话 说有一张 不知道中国人比起放军 二炮歌唱家 李丹阳大笑 和王林在一起 王林哈哈的笑着 李丹阳脖子上缠了一堆蛇 而李丹阳呢 像一个共产党员一样 这样 我说你不怕呀 他说我怕死了 我那照片PS的 我见蛇我都害怕 我宁愿被老虎咬死 我也不愿接触那蛇 所有的照片绝对是PS的 但是今天还传出来 就说这个李丹阳 不是李丹阳 王林 说是在床上给女明星 开过很多光 现在又说他重婚 有重婚的 找了个什么漂亮女秘书 这我比较注意了 就是 听说你知道一些女明星 当然我不鼓励你说 但你非要说 我也不拉下去 是有人在那个私信里跟我说 说这样一些话 但是他们并没有具体知哪些人 他暗示了某些人 但是我也认为 我现在这样说是不负责任 可能也有吹的成分了 对对对对 对吧 因为私信也是没有办法核实 你并不知道他是谁 对 广美当年没去 躲过一劫 你非常遗憾吧 要不今天你也在照片里 如果广美你要去了 今天你怎么说这事 其实我是鼓励那些曾经和王林合影过的人 你说你单眼我就问 我说你合影了没有 合影了 我说你看了没有 看了 我说看出什么来了 他说吓昏了 什么也没看见 一大帮人演出完了 去看耍蛇的 所以在王林的照片合影的那些人当中 有些人可能真的仅仅是看了一个乐 有些人的确是无心的 有些人是被利用的 但是这绝不排除 有些人我们现在可以点名的 什么刘志军 什么胡长青 什么宋春光 这样的人和他们在一起 刘志军你凭什么就认识王林 你就能在他们平乡那地方 批一个货场 对 那商人就赚了多少钱 光中介费王林拿了1700万 所以这确实腐败 而且更神的是 就是说他到底最早的钱呢 是怎么来的 这个广告之后 司马南会披露 呛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每个新都在追寻的第五集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关门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他怎么就是现在很疑惑 他最早就一下子这么多钱 他怎么来的 有人说他有二三十个亿 但是他最早就是从监狱出来晃晃晃晃 他就变成很有钱的 王林最早 王林最早是当地有一个演艺团体 名称不响 有人说杂技团 有人说是魔术团 总而言之是一个走街串巷的 就是在农村那种表演团体 刷蛇 永州产蛇 离平江非常近 江西产蛇的 有苦蛇者说 对 他玩蛇 蛇这个东西 刚才广告没讲 我们也接个那话茬 蛇这个东西 在人类久远的进化历史当中 过去人类是他的福火物 所以蛇对人的这种威胁相当之大 因此我们现在的人 可能你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蛇 但是说到蛇 有人后背发量 这是一种本能的恐惧 王林耍蛇 他让蛇听自己的话 而那些表演又看又恐惧又想看的 那些人的那种惊恐的表情 王林呢 看着是很爽的 所以王林变蛇 和我们小魔术变绳子原理一样 但是呢 带来的现场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视频表演 非常狭小的空间里 王林拿个盆 然后弄出蛇来 然后把那蛇呢 就这么一抖 大家惊恐四散 王林拽着你的胳膊 你摸你摸你摸 你也吓得是拼命的要跑 于是呢 现场的气氛 直热烈 是一般的所谓 特异功能表演 难以想见 在你们的惊恐当中 他呢 偷塞私货 做什么样的手脚 都是可以的 这个你看啊 这个马云也有这个辩解 他就是说 这个人类的科学所知是有限的 我的这种好奇 是应该这个 这个我是我的爱好 我想追寻他背后的真相 可是他就说 哪怕是魔术 我也想知道他的奥秘 但是我有点不明白的就是 如果他是确实想搞清楚的话 为什么他不像你那样 就说那我想搞清楚 你能不能我给你布置个环境 你到我的环境里来 我给你科学测试一下 这样不是更容易帮助他搞清楚 这是一种挑衅了 可能就不礼貌 你的这个做法就已经是一个挑衅 你刚才讲到普及这两个字 我觉得还是要再推回 就是比较那个 以前的时间 你要知道 我朋友说要带我去的时候 他搬出来说 你知不知道谁谁谁 谁谁谁谁谁 都是他的跟随者 北京土画这叫谎杆 就是说你要知道 但是其实我后来想想 其实我朋友搬出来 那几号人物 真的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他们可能曾经去拜访过王林 但是代表他们真的是他的追随者 我觉得并不真的是 那我刚才又讲到 就是说王林他可能真的是一个 谈话技巧非常好 那有些人他们遇到这样子 所谓说自己有特异工人的的人 他跟你说几句话 有些人的话语是有抚慰人心的作用 他就觉得说你在我身上 施行了一些所谓的神迹也好 神功也好 他们可能成为朋友的关系 这个东西跟你去追随一个 膜拜一个把自己造成神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觉得那个意义上是不一样的 但是因为就是因为那几个艺人 那几个名人的加持之后 他就可以拿起 真的是加持 实际是名人加持了他 就是代言 但广美你说这事的和文达说的事不一样 文涛说的意思是 这个马云他为什么不有一点求真儿的态度 对 我认为这件事情恰恰是全部问题的玄机之所在 马云的心里边有一个小鬼 就是充满好奇心 对神秘现象充满了渴望 于是他想在现实生活当中 发现了那个鬼的踪迹 于是他在王林那看到 用一句哲理一点的话说 人们看到的正是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也就是说马云的并不是想求真的 马云仅仅是想的通过见证来证实自己心里边那个意想是可以确证 我说的意思明白 我听你怎么这个声音那么像央视第十频道那个剧片解说呢 他就是 人们看到的正是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我跟马云认识很多很多年前 马云那在北京比如说那时候号称什么什么俱乐部 现在俱乐部遍地都是什么私人会所会所遍地都是 很多很多年前的很少的 马云他给我见面的时候 他问的问题都是这个怎么回事 我说这个怎么着怎么着 马云说那个怎么回事 我说那个是怎么怎么表演的 马云说我看另外一个你能解释吗 他永远是这样 我跟崔又元做过二十多集啊 实话实说特别节目 把这种的所谓特异功能表演的全部秘密 整个来了个大斗地 小崔后来总结这个节目全过程的时候 他说了这样的话 说你看 你说这个是假的 他问你那个 你说那个是假的 他说那个 做了一百个 观众还是老问题说那第101个 请问是怎么回事 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东西要聊到极致啊 实际上我认为啊就跟辩论这个中医西医一样 实际上啊就说不信真是就说不信的人或者说信的人呢 到最后是没办法的 为什么我记得二十年前的时候有很多大师 这大师那大师 因为他最后到了一个一个阶段之后 他就是变成哲学了 比方说好像我这个大师你说你能不能接受我这一堆科学家的检测 他讲啊 我的这个气场本身呢不能容纳不好的情绪 因为意念嘛 意念发工 那么周围坐着的人啊 他需要给我一个气场 如果你们都在怀疑这个气场不好 我发作不出来 但是如果周围是信徒 这个气场对了 我确实能意念般悟 那么你说要说到这种程度 科学也没有办法 科学是有办法的 比方说有一个大师声称他能够把封闭的药瓶里的药片拿出来 那科学家如果做实验怎么做呢 我可以考虑你的情绪问题 但是呢 我不用这个普通的药瓶了 我去用试管 然后呢 在高温之下烧一个瓶子 里面放上一种特定的塑料片或者药片 请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你把它拿出来吧 你选择你情绪好的时候 但是特异功能大师没有一个人能完成这样的实验 因为如果你要把它拿出来一定破坏这个事关 这叫破坏事样的唯一性 如果你破坏了 你想把他拿再回去 可逆他不可逆 因此特异功能者一定不做这样的严格的实验 因为这样他一定露馅 是 这个可以解决主客观的问题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上火更多人喝加多宝 中国美卖十罐凉茶 七罐加多宝 配方正宗 当然更多人喝 怕上火喝加多宝 悠然品黄山 一山一世界 鲜活的黄山 无良春光灿烂 相醉人间 三千年 相醉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 无良春 你说还要讲个李连杰干妈的事 李连杰有干妈 干妈叫赵群雪 是个普普通通的没文化的 过一周的老太太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 曾经兴起过一阵研究特异功能的热潮 而且很多国防科研单位也介绍了 大学院校介绍了 钱学森就写文章了 那是因为全世界苏美冷战时期 美国苏联都相信 如果研究思维传感 控制对方的指挥员的话 那将不战而胜 当然闹腾了几十年 研究的结果全都是瞎掰 就没有任何确凿证据 证明特异功能科研存在 你说他干妈 在这种背景下 李连杰的干妈 被请到了北京某一个著名的研究所 他的功夫呢 据说是能够把茶叶的味道给你变的 其实你随便放个鞋垫 放茶叶里味道也一定变的 后来这个老太太 你因为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所谓科研成果 就回去 但是李连杰对这个干妈的尊敬和崇拜 以及按照干妈的指定去做出人生的许多选择 在李连杰的梳理 以及在朱军那个艺术人生的节目当中 都曾经专门披露过 所以我认为李连杰是个非常好的人 但在认识上有那么一个小弯 他可能拐不过来 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这样子讲吧 就是说其实我自己是一个相信有特异功能 这件事情存在的人 我说真的 我只比你多两个字 我是一个愿意相信特异功能存在的人 对 然后因为我自己曾经遇过一些人 但是我觉得这些 起码我遇到的这些人 他们并没有用他们自己所谓的特异功能去恋财 去骇人 你怎么证明他有特异功能呢 其实所谓的特异功能并不是什么变蛇 或隔空取物这种东西叫特异功能 其实我觉得去理解 去读你的心思 读你的心思 然后了解一些你现在的状况 在你跟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这也是所谓的一种特异功能 你修正了特异功能的定义 特异功能的标准定义 是超自然力 是上帝的奇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